越贵越爱吃越贵越爱买 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习惯 这种习惯可能涉及到多种因素 一、消费心理学 价格通常被视为产品质量的指标 因此当产品价格越高时 我们可能会认为它的质量也越高 从而更加愿意购买 此外 高价的产品通常会给人带来一种奢华感 购买这些产品也会满足人们的虚荣心理 二、社会认同 有时 人们购买高价的产品是为了展示自己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 以获取他人的认可和尊重 这种现象在一些消费水平较高的社会群体中尤其常见 三、品味与偏好 有些人可能会认为高价的产品味道更好或更符合自己的品味 例如 一些人可能认为高档餐厅的食物更加精致 更符合他们的口味 总之 人们购买高价的产品往往涉及到多种心理和食物 社会因素 包括价格作为产品质量的指标 社会认同和品味偏好倒 爱马仕越贵越爱买贵什么 爱马仕是一家世界著名的奢侈品品牌 其产品价格高昂 比如百金包首带的价格可以达到数万美元 以下是一些可能的解释 一、社会地位和认可 爱马仕作为一个高档奢侈品品牌 其产品通常被视为高端、优雅和昂贵的象征 对于一些富有的消费者来说 拥有爱马仕的产品可以让他们感到自己的社会地位更高 得到社会的认可 二、稀缺性 爱马仕的一些产品在市场上供应量较少 例如百金包首带 因此往往需要等待一段时间或者排队才能够购买到 稀缺性使得这些产品的价格更高 并且也让它们成为了一种奢侈品 拥有它们可以让人们感到特别和独特 三、产品品质和工艺 爱马仕的产品在制作上注重细节和品质 其产品往往需要经过多道工序制作完成 从而保证了产品的品质和耐用性 这种品质和工艺成为了一些消费者购买 产品的主要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 爱马仕产品价格高昂 但消费者仍然越来越喜欢购买它们 这是因为爱马仕产品代表了一种奢华和高品质的生活方式 并且让人们感到自己与众不同 这样看来猫山王榴莲的价格是永远高高在上不会掉了 有这样的逻辑吗 虽然没猫山王榴莲的价格目前较高 但并不能保证它的价格永远都会保持高位 因为价格的变化是由市场需求和供应关系决定的 如果市场需求下降 而供应量增加 猫山王榴莲的价格可能会下降 相反 如果市场需求增加 而供应量不足 价格可能会继续上涨 此外 猫山王榴莲的价格也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如季节 天气 采摘数量和品质等 因此 即使现在猫山王榴莲的价格很高 也不意味着它的价格永远都会保持高位 总的来说 奢侈品的价格通常受到市场需求 供应量和其他因素的影响 因此无法保证价格永远都会保持高位